我会的 我赞成你的想法 我会想一想 怎么调整以后的路线 你跟余老师 虽然谈了两年的恋爱 但一直聚少离多 俗话说恋爱容易相处难 真正相处过 才知道合不合适 本来啊 我还挺担心的 现在放心了 你啊 真的成熟了 本来没想过 被你这么一说 忽然意识到这个问题 于途 我想到一个问题 什么呀 你们这次一起住那么长时间 会不会忽然发现性格不合呀 以前我教你打游戏的时候 又天天在一起 早上九点到晚九点 我每天六点就要起床 十一点才能到家 你忘记 你怎么博取我的时间了 但是那个时候不一样嘛 的确不一样 那时候我们相处的时间是白天 现在我要上班 在一起更多是晚上 不过 请进 晚上 我们哪有时间不合 我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现实 怎么了 不知道 一打仗就开始发错了 就是你 于途你不知道 他 居然谈得害我 我跟他说 哪天下班早一起去吃一家网红餐厅 他居然跟我说 要和女朋友一块儿吃 我是万万没有想到 咱们办公室第一个脱单的 居然是小湖 第一个 谁说他还是第一个 周末 我请男的吃饭 官才回来了 给他进风 好好好 顺便啊 把我女朋友介绍给大家认识一下 什么啊 我还没有 不过自己有个师哥动物挑战 我还在考虑了 我死了 我死了 蛮动手 加油 蛮骂 鸡翅醉棒 一定要来哦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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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金 我们该走了 再等我十分钟 马上好啦 你不化妆就最漂亮了 不可能 我天天在家里做家务 已经弄苍老了 每天扫地拖地洗碗的 难道不是我吗 可是我还要洗菜做饭 洗衣服擦灰尘呀 做饭是我们一起 为什么能考得上清华 做得了实验五元爵士 却做不好一顿菜 这应该说明 做饭是艺术里面的事情 应该你加油 那我吃菜叶子也能活 你能吗 五点一刻啦 来了来了 好不好看 是不是很随意很自在 感觉像没化妆似的 这叫新机状 弄起来很费劲的 你一直在催 你光走近点看看 以前把偶片去你家修精华器 你画的也是这样的 所以你难过的是 以后不能跟冠菜做 同一个型号了对吗 完成我 也许也会这么做 是太遗憾了 本来我们可以一起完成的 我还有很多同事 大家在一起努力 但是我棺材在 是不一样的 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 你们从事深空探索的意义 探索地球 和人类起源的真相 寻找其他可能存在的生命 寻找新的能源 甚至新的家园 增加人类文明延续的几率 我记得没错吧 没错 对 那所以不管未来 关在他会干什么 你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呀 虽然你们不再负责 同一个型号 但你们还是在并肩同行 就像 我和你一样 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领域 但我们也是在同行 对不对 对 那就不要遗憾了 反正遗憾也没什么用 关在他才不会改主意呢 也和关在经常斗嘴 都是很了解他 那我们回家 对他 宜萱 我本来在想 关在回来了 我可以轻松一些 但是现在 我大概要更努力一点 好巧啊 我今天也跟林姐说 我要更努力一点 成为一个更厉害的演员 去年不是已经拿了 最佳女主角了吧 那还可以再接再厉啊 你又不会只做一颗新鲜 对吧 我要拿更多的奖 而且你那么多奖杯 已经刺激到我了 你说万一以后 有人好奇余设计师的家属是谁 一查 只是一个长得特别漂亮的人 那多没面子啊 晶晶 你夸自己 真的是越来越不着痕迹了